HELLO 大家好,我是Helie 看到我這個樣子,其實這次是妝片 今天妝片有三個重點 第一,很多人都說很久沒看過我拍妝片 所以我就拍一條我最近比較常化的妝 第二,有人說想看整個妝都用淘寶化妝 所以就拍了這個題材的影片 除了粉底,粉底我是用眉妝蛋去上 第三,大家一直都很想知道我這條的邊是怎樣紮的 我拍過很多次都覺得自己太手忙腳亂了 如果今次是清晰,就做教學 如果不清晰,就讓大家看看我紮邊的時候是多麼囂張 但都可以紮到一條見得人的邊 對啦,如果你對這條影片有興趣,就繼續看下去了 因為其實我有一半以上的日子都是不化妝出去的 我開始被人不斷撞到這個樣子 我還在考慮是不是應該化妝出去 好,那不要說那麼多,我們開始化妝了 我最近還是繼續用Maybelline的遮瑕膏 塗在眼底位置 然後用一個beauty blender 我已經很骯髒了 因為男朋友在家裡忘記帶東西洗 然後就可以遮蓋到很多的下眼圈 你會看到其實顏色很不自然 一塊塊,但不需要擔心的 在現在這個步驟 而粉底方面,我最近喜歡用這兩支混合來用的 就是Giel蘭的小燈泡 以及Explorer的beglow 我的用量就是一噴的小燈泡 再擠多一點點 然後混合 就不要混合了Explorer的 混合了一點點就夠了 我想要它的光澤感而已 我發現用這個方法上粉底之後 就不需要用Base 因為這兩支都是比較滋樣型的粉底 然後就去遮蓋眼袋 最近眼袋很厲害 可能吃得多的東西 所以...很厲害 然後就開始淘寶化妝掃 這支掃就會配FIT ME的水粉 最近真的很喜歡 因為這個鞋的設計真的很差 我這樣拿過來已經倒到四處 我唯有醃了之後 就在蓋子上抖 主要就是在T棕位 然後下巴 比較容易脫妝的位置就算了 因為如果臉上會上胭脂 其實就不需要太多碎粉定妝 眉也仍然用我Pure的這盒眉粉 基本上我想今年也不會轉眉粉 除非有什麼使用要介紹 很漂亮 我很喜歡滑眉眉 我覺得看到它很尖 很漂亮 很滑契 今天可以戴著小身的眼罩 在頭上 然後會用眉啫 然後就開始鼻影和眼影的部分 最近都很喜歡用Actor House的Best Love的Planet 鼻影方面會用一些鼻影掃 還有用這個顏色 就會打造一個很自然的鼻影出來 然後整個眼皮就會用這個顏色去打亮 在眼睛上面就會比較乾淨 然後用一支比較尖細的掃 我最近很喜歡這個紫紅色 畫在後半部這個部分 還有前半部這個部分 你不要現在看它這麼深色 不用擔心 還有畫在下眼線的位置 然後我就會先畫眼線 然後再用一個很扁很平的細掃 把旁邊的深色 這時候就可以用一支這麼小的掃 刀剃一下眼尾 把剛才的位置 很隨便畫的位置 慢慢掃上一個很完整的鑽鑽 好啦 如果現在的眼妝 覺得好像很紅 或者鮮艷的話 就可以用剛才鼻影的掃 先打開它 我會用最淺色的 這個乾淨的膚肉色 就這樣來回掃 掃乾淨剛才的眼妝 現在看上去的眼妝就沒有剛才那麼鮮艷 那麼厲害的眼色 最後用一個普通大小的眼影掃 然後就拿這個閃的顏色 然後眼皮中央點開 還有下眼線的部分 好 那我們的眼妝就完成了 這個就是大家最近詢問度都很高的眼影 很自然 但是很春天 有點紅紅的氣色 然後最近新重的眼妝就是1028的這支 Extend Coyola 這款的眼妝塗出來是很纖長 很根根分明 但是不會很濃密 然後胭脂也是用Clinic的髮髮胭脂 我覺得這個顏色是Melon Pop 超級春夏 那也用一個大小小的胭脂掃 那就掃上去 而且這個掃可以掃胭脂掃得很自然 不會說一卡東西 或者一坨一坨 它好像透出來的 粉霧感很漂亮的那種感覺 然後打亮的部分就會用一支打亮掃 還有1028 完美10克打亮限量盤 木光橙的顏色 那這個顏色我就覺得很適合我這些健康膚色的人用 整個蘋果肌都掃出來 是一個很漂亮的灰塗 那鼻梁當然要打這個 好像打針一樣 立刻起回來了 那我們還在等這個東西熱 就先塗上唇膏 那這支也是上星期三月最外提及過的media 今天是完全沒有塗潤唇膏 什麼都沒有的 那我就直接塗上去給大家看 那跟剛才去比 現在的樣子應該就精神很多了 那就是平時大家看到我拍片的樣子 那我也在想最近這陣子好不好 真的化妝出去 讓大家在街上的時候 認得我都不會那麼噁心 而且不敢跟我打釗膚 好 那我現在就弄一弄頭髮 其實一來我的頭髮現在是一個很噁心的顏色 又變回了 其實一早就應該要染 而且受不了 但是因為想遷就完美去日本 很怕它會失敗 顏色會變得奇奇怪怪 那我就一直忍忍到差不多去日本的時候 才去染 那首先我通常會用化妝掃的 那把它分開一半 那頭髮 然後就拿橡筋砸起一半 那首先就會在頭髮中間拿一小束 那就會分三個部分 好像平時一樣 紮上三股邊的感覺而已 那你第一下 都是跟平時紮的邊一樣 然後左右兩邊每紮一下 都在旁邊拿一束頭髮下去 不需要刻意做到很平均的 只要你一直亂地拿 記得要拿頭髮紮進去 這樣就可以做到我這個效果了 那你之後一直在這裡紮 紮到最後沒有頭髮 就可以變回一個很普通的三股邊 那最後就拿一個橡筋圈 就綁住它 這樣就完成了一邊了 那是不是可以馬上 沒有了那種兩節色 布丁頭的感覺呢 而另一邊其實也是一樣的手法 讓大家再看一次 是不是清晰一點呢 就紮完了這次的邊了 是不是超快手 整件事 又簡單 又不複雜 又清爽 很適合夏天紮的一個邊 那我就換上T恤了 終於不用穿睡衣了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我這個妝容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妝片 還有少許髮型的教學的話 那你就like這條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有些人不知道 其實我每周六的下午三點 和每周日的下午十二點 都會更新影片 好啦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